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香港建造业工艺测试中心呈献 普通行接工中工测试功略 主任导师是李德胜师傅 建造业议会为建造业界提供工艺测试服务 测试共设立两种技能级别 分别是技能测试 热清大工 和中级工艺测试 热清中工 以提高技术工人的晋升机会 测试模式涵盖筆市及受务市两个部分 以确保技术工人的安全知识 以及工艺技术达至标准水平 平核内容经不同渠道资讯业内人士 确保平核内容公平、公正 并符合业内要求 中工测试增设筆市 实施工种包括 土木及建筑工程技术功能技能测试 及建造业基电工程技术功能技能测试 筆市时间为30分钟 共10条选择题 中工筆市范围包括 理解施工章程规格 建筑图质 大仰图纸及图表 行业法例知识 安全及个人防护装备知识 工艺技术知识 工具及设备使用知识 与本行业有关的条例首则 及施工规范 以及职业道德 实务市平衡方面 平衡范围包括 理解图质及施工章程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程序 准确度 品质及速度 材料的应用及处理 正确使用工具及设备 執行安全措施及员工后的清理工作 工艺测试项目当中包括 123项土木及建筑工程技术功能技能测试 其中大工测试占76项 中工测试占47项 另外,测试项目也包括 27项建造业基电工程技术功能技能测试 其中大工测试占15项 中工测试占12项 我们一起看看中工的申请资格吧 申请者需要集齐以下三个元素 才可以申请中工测试 第一,申请者需为香港居民 第二,申请者需持有有效平安卡或同等的证明 第三,申请者需要有两年或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证明衰违,雇主证明文件 或文政事务署宣誓记录 或又认可工会之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签署的指定表格 而表格可于网页下载 如果申请者是没有两年或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工友 可透过完成下列机构开办的相关工种认可计划 或课程行接申请中工测试 包括建造业议会、香港建造学院或其他认可课程或机构 又或设其相关工种组构教学图训练合约 也或设计根据行写训组期构议议议 例如,建造业议会、或职业训练局 cog省训组期工 考生认考前,记得注意以下事项 1.施工前,考生需参与试题中的认考需知及遵守各项的测试规则以及要求 2.考生需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取得合格 工艺技术平衡取得合格 100分为满分,最少获得60分及没有严重技术及施工缺失为合格 安全平衡取得合格,10分为满分,6分为合格,及于限时内完成整个测试 3.全部测试项目以100分为满分,以60分或以上为合格 之后交给主任导师讲解测试功略 大家好,普通汉接工中工测试,实务测试时限3小时 测试内容包括 1.按图画线及组合工件及全部刊逢以平刊刊接 2.使用养月缺气阔设备去切改工件 2.这是施工图案 10.这是完成实乏最ически 2.这是完成实物 13.这是施工图案 13.这是施工图案 7.这是施工图案 质工图案 jargon 否做妥安全措施 施工程序 品質 我們一起來看下考生常犯的錯誤 刊面出現 甲渣 刊扭 動孔 刊逢出現咬邊 各刊刊腳 過長 過短 不對稱 未有安裝防止回火器 工件氣割後 不能自動分離 鐵割面熔塔 平滑度差 垂直度差 多謝主任道士為我們講解測試功略 聽完師傅講解之後 到底在測試前還可以做些什麼準備呢? 大家在事前準備的時候 除了收看 大家可以看現在這個攻略短片 還可以看其他測試貼士短片 貼士短片以生動有趣的表達方式 為大家講解考試貼士 我們將有更多精彩的貼士短片陸續登場 各位校生可以瀏覽 香港建造業議會的YouTube頻道 收睇工藝測試中心 建造業測試特工的短片 另外 亦都可以瀏覽建造業議會的網頁 然後按入工藝測試中心的大工測試 或者中工測試 上面可以下載各科的模擬試題 那就可以在事前準備得更加充足 減少失手 想申請工藝測試的朋友 可以下載工藝測試通手機應用程式 方便考生申請工藝測試 應用程式內 亦都上載了 測試貼士短片 和模擬試題 讓考生隨時隨地溫習試題 之後就介紹一下 工藝測試服務中心的設備 工藝測試服務中心以考生為本 提供電腦化登記程序 及電子筆試場地 而且亦都照顧到考生的需要 提供貼心的服務 包括儲物櫃及淋浴間 供考生存放個人物品 及於完成工藝測試後疏洗 舒適的用餐位置 供考生五線及休息 及食品及飲品販賣機 想知道更多測試功能 請大家立即下載工藝測試通 及瀏覽考試提示短片